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在今年联合国大会爱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召开前夕 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结束爱滋病人因结核病死亡提升势头》视频会议很有意义 爱滋病和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传染病 近年来,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的推动下 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全球爱滋病和结核病防治工作卓有成效 中国自2004年启动爱滋病和结核病双重感染防治工作以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以逐步建立起爱滋病和结核病防治机构合作机制 多年来,爱滋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近20年来,结核病发病率下降40%以上 死亡率下降70%以上 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广大志愿者的默默付出 大爱无疆,大道无银,一路走来,我见证了许多感人故事 李小丹,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就参与到爱滋病防治活动中 在读大学期间,每年都到农村看望受爱滋病影响的儿童 陪伴关爱他们 他将爱滋病红丝带的志愿服务融入到他的生命 并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他的行动诠释了志愿者与受爱滋病影响的儿童 永远在一起的信念 更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的亲人 另一位是徐兴华 来自于中国云南 他曾经是结核病患者 因为病痛的折磨 他曾多次想到过放弃治疗 经过积极而规范的治疗后 他最终勇敢地战胜了病魔 痊愈后,他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他关心关爱其他患者 把防治结核病的知识 结核自己的治愈经历分享给他们 使他们树立了信心,渡过了难关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他和像他一样的志愿者们 协助医务疾控人员 没有让一名结核病患者中断治疗 在这里,我向世界各地,像他们一样 为防治艾滋病结核病默默奉献的人士和志愿者们 表示诚挚的敬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消除艾滋病和结核病威胁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给防治艾滋病和结核病带来更多的挑战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为爱守护,奋力前行 在此,我呼吁各国各界人士携起手来 积极行动,加强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工作 让更多防治成果汇集人类健康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